当疫情来临 无数人冲锋在一线 从政府到民间 都在为这座城市遮风挡雨 快速控制疫情 助力企业复工 这是温柔又坚实的臂膀 是四肢四行的宁波精神 风雨洗礼后 我在这里等你到来 共同奋戒 向海而生 因海而兴 这座城市正向全世界的青年 讲述它的故事 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它是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 它是中国制造2025首个试点示范城市 这里地零人节 港通天下 这里是中国宁波 每一年五湖四海的人们奔赴这里 每一个五光十色的梦想 都能在这片热土上生根 发芽 茁壮成长 我选宁波 我才涌现 2020年全国云端巡回照片拉开序幕 宁波 正张开臂膀 满怀诚意 拥抱每一位 怀揣星辰大海的人 近些年来得益于宁波的一个高速发展 以及对人才的一个优惠政策 让我毕业后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回来宁波就业 像市级层面的 3315政策 还有高层次创业人才引进政策 感觉宁波是一个 大好的一个创业环境 从人才链条上 还有就是从产业链条上 都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体系 所以我们当时 就是选择在宁波这个地方来 进行我们的创业梦 宁波是全世界 存储量最大的一个港口 那么它是用一个 这个现代化的城市的发展 在人才对人才的待遇上来讲 它都是走在着选择的潜力 做一个新宁波人 我当选为宁波市人大代表 宁波工匠 这对我精神上是很大的鼓舞 宁波其实 变成了一种第二个家庭 后来我在宁波工作 我享受了 今天 宁波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加速奔跑 聚焦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 225外貌双万亿行动 宁波前湾新区建设的使命 让人才精准匹配 施展才华的舞台 创新运用云端科技智能系统 构筑起一张优质的人才生态网络 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人 拥抱更好的未来 我们对于人才工作 一直也是非常重视 从人才的需求的角度来说 我们应该说涵盖了研发 工艺技术 包括我们职能等等各个领域 很多同学我们还是从这种高学当中去录用 2195大学也有一些是来自于海外的 中国企业从宁波本土到中国到海外的 这样一个新的情况的要求 宁波材料署在未来几年的话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扩展 我们鼓励出我们的人才 在我们大宁波地区去创业去发展 它在署里的所有的待遇等等 都保持不变 热烈地欢迎国内外的有些人才 能够 这是一座幸福构筑的城市 深运千年的人文珍藏 光影流转的艺术天堂 居美而安的惬意生活 激情横派的圆梦之旅 月不完的精彩 即将在每一位追梦人眼前 徐徐展开 宁波这个城市 一年四季气候宜人 非常适合居住 一线的生活质量 三线的生活成本 我从小生长在这里 我喜欢这边新鲜好吃的海鲜 更喜欢这边住在这里热情的人们 无论在我自己 我身边的人 还是我们周围的整个宁波市里 我觉得都非常有爱心 这里已经成为6年 过来 되어が지만 宁波是很魅力的地方 外国人们来到宁波 你能够找到 哪个地方是正好 有价值的青春 拥抱最具期望的城市 我相信在这里 你的光芒会更加闪耀